美国B-52战略轰炸机出现在朝鲜半岛 朝鲜方便作出回应称一旦这类战机再次现身 朝方将予以军事应对 朝鲜为何对B-52有这样的反应 朝鲜当天还公布了无人机照片 称这部无人机能够精确打击敌方任何对象 朝鲜此举是何用意呢 双方相互亮剑 会不会增加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 来听一下时事评论员朱克奇的分析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B-52战略轰炸机 分别在本月8号和19号两次出现在朝鲜半岛的举动 这其实是一种不动用核武器的核示威 我们可以相信美国的说法 也就是说在这两次飞行当中 B-52都没有携带核武器 不过更重要的是B-52它本身就是冷战当中 美国实施空中核打击的主要平台 它现在仍然具有非常强大的核打击能力 一架B-52就可以投掷20枚核弹 其实呢美国空中核打击平台多的是 还有B-1B-2都比B-52先进 而美国之所以上B-52 就是看中了这种平台的视觉冲击力 就是要让这种飞机的信号实实在在的出现在朝鲜的雷达屏幕上 如果是B-2隐形轰炸机 朝鲜的雷达反而看不见了 所以说呢美国让B-52飞临朝鲜半岛虽然没有带核武器 但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核威慑 另外呢美国也放风说 美国的核潜艇也在朝鲜半岛附近的水域活动 这些核潜艇同样可以用巡航导弹发起核打击 可以说美国对朝鲜所施加的压力升级了 其中呢可能也有这样的前台词 你朝鲜不是一直想搞核武器吗 好我让你尝尝核武器的滋味 你真觉得核武器能够给你带来安全吗 好我让B-52飞一圈 应该说啊美国试图传递的信息朝鲜都接收到了 以朝鲜的性格来讲当然不会服软 所以一方面表示如果B-52再次现身朝鲜半岛 将采取坚决的军事运军事运队 另外一方面呢又公开了无人机的照片 事实上如果核武器能够成功的和无人机相结合 那就是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 朝鲜目前还不具备这种能力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呢 这也可以勉强算是以核威慑回应核威慑 无论如何呢也是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 弹导有可能进入核对峙的状态 从整体上来看呢 现在双方都是在秀肌肉的时候 谁也不会软 局势表面上看起来是一触即发 但实际上谁也不会真干 从美国来讲呢 真的要打B-52根本不必飞到朝鲜半岛 几百上千公里之外就可以打 从朝鲜来讲呢 最重要的恐怕还是保持国内政局的稳定 目前呢是半岛的军演计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等军演计落幕 今年下半年半岛局势会有转换 请不吝点赞 训练